第二個不無知 然後美國利用媒體 一直在騙我 一門在洗腦 九星級嘛 九星級 從五星級一路把他升 升到九星級的澎淮南 央行總裁 就把他捧 捧得高高的 大家說這個好厲害啊 所以一做 做了十幾年的總裁 為什麼做總裁 就害死台灣的一個總裁 唯一害死台灣的總裁就是這個人 為什麼 那美國為什麼要捧這個人呢 這個人好控制啊 我所謂好控制的意思是 我把澎淮南當作他是一個好人 沒有壞心 很獨立 只是夠笨而已 所以被美國控制了 那萬一澎淮南根本就是美國的廖非亞 是美國派來臥底的 那台灣當然活活被害死 當然活活被害死 當然我不知道啦 反正 澎淮南自己選擇他要當哪一個啦 他要當笨蛋還是要當壞蛋 我都沒意見 反正不是笨蛋就是壞蛋嘛 因為台灣就是被他害死的 當然最近梁國棟這幾個人 就是前任的副總裁 前任的央行的主管 也在開始批判澎淮南 好好笑喔 之前都沒批判喔 全台灣在2005年開始在罵的只有我 真的只有我 真的只有我 我在金字日報投過書 我在很多雜誌也都投過書 我就澎淮南的政策害死台灣 只有我 他們都不罵喔 甚至於我的老師 鷹老師也是還為澎淮南講話喔 我很生氣喔 我非常生氣 但是因為我的老師所以我不要罵他 因為都為澎淮南講話 結果害死台灣 但是這些人現在突然說澎淮南害死台灣 這些人突然最近在發生喔 說台幣不可以貶值喔 台幣不可以貶值喔 台幣應該走升值路線 為什麼 因為就把我 將近十年前七八年前講的那一套 在罵澎淮南的那一套 全部搬出來重講一遍 為什麼這些人當初不講話 現在講話了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貨幣戰爭的概念 什麼概念 我已經跟你們講了 台灣的股票會大漲 我已經跟你講了 半年前 半年前有聽我的課了就知道 張忠謀極力要求台幣貶值 台幣貶值跟張忠謀的台積電 獲不獲利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是原原本本的原料從美國進口 爆美金出去 原原本本製造完的成品賣給國外用美金賣 也就是台幣貶與不貶 跟這個利潤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它貶值干擾什麼事 那根據我瞭解張忠謀這個 這個老小子的腦袋 它很簡單 因為張忠謀一輩子說話只為了圖利大股東 菲利普 只為了圖利大股東菲利普 當然他的位置就是因為菲利普拱他嘛 不然他走去下台啦 他又不是大股東對不對 就圖利非利普 什麼意思 要求台幣貶值的是半年前喔 半年前的台灣股價是多少 八千年左右 上下 台幣貶值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錢可以匯進來啊 比較燙啊 對不對 海外的錢就是啊 所有買了很多股票啊 那為什麼現在台幣要升值 因為以後炒高賣的時候再匯回去的時候 兩頭賺啊 這樣了不了解 台幣貶值它錢匯進來 相對台幣貶值嘛 它是不是可以相對少匯一點錢 就可以買同樣的台灣的資產 那以後升值再加上股價大漲 對不對 賣掉了 然後錢再匯出去 是不是 兩頭賺 股價也賺 匯率也賺 所以這幾個前任的央行的副總裁 我看來也是這群 大股東國際吵架的後面的爪牙 根本沒腦袋啊 這時候應該跟彭淮南講 說你也不要升也不要貶 你不要讓他兩頭賺嘛 賺股價我們就算了 你匯價又讓他賺一手 那我們 不是 傻眼 我們為什麼傻眼 因為當初貶值 油價高的時候我們貶值 我們花非常昂貴的 錢去買油 所以我們要加最貴的油 那未來呢 你升值 然後人家剛好匯出去 那升值幹我們什麼事 也不幹我們的事 然後油價又跌 油價跌 如果中油願意降價就算了 如果油價跌 你升值嘛 油價跌 然後中油願意降價的話 那算了 我們至少也賺到一點點 匯差的利潤 我就擔心中油也不降價 中油就可以翻囉 哇 我這二十年了 了多少錢喔 算算了 我現在台電喔 現在台電更可怕 台電已經破產了 已經即將破產囉 還要去建 那個天然氣的 就是那個進出的潮 本來是中油在做的 現在他獨立自己做一個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獨立做 你就把中油的買下來 兩個都國營的耶 兩個都國營的耶 你經濟部就這樣做一做 他出五千億 不管多少錢啦 他出五千億 買下中油的資產 台電出 或者一千億 買下中油的資產 就是做帳嘛 你自己做 結果現在不是喔 現在是 台電要自己做 所以國家要編率預算 要去做這個的 那中油這個天然氣潮呢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這個天然氣潮要做什麼 放下去啊 所以你就知道 你聽懂我這樣講的 這個行為了吧 過去這個潮都夠用喔 就是中油買的這些天然氣 也賣給台電去燃燒 也賣給一般的老百姓做瓦斯桶 也知道天然瓦斯什麼的 這些天然氣潮 都夠用啊 也沒有說中油 中油也沒說他不夠用啊 那現在你台電喔 已經一個虧損累累的公司 即將破產的公司 所以呢 現在要自己做天然氣潮 國家要編預算給他 錢要給他 讓他做這樣 那中油的潮呢 那為什麼要蓋這一棟 為什麼要蓋這一棟 我完全想不通 那唯一比較邪惡的思想就是 建設 一切的建設都微微的貪汙 不然為什麼要蓋 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要蓋 你做帳就好了嘛 兩個都是經濟部主管的單位啊 兩個都是經濟部主管的單位啊 同意啦 那就是做帳就好了 你就賣給台電就好了啊 你中油就賣給台電就好了就好了 就一切解決了吧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自己要編列預算 要去蓋這個啊 所以台灣的問題太嚴重了 那這個一定要改正 這一定要改正 來 好 你關一下 我這個忘了 剛剛忘了開 我們再等一下好了 我們待會再開 它還沒亮 拿掉 我今天就是要把重複 講這些整個國際的投資 外匯 貨幣戰爭 這些給你們大家知道 當然你們就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 這是美元指數的圖形 這是過去 2003年開始 從125一路跌跌跌 就是美元走貶值嘛 所以原物料大漲就是這個原因 美元的貶值 原物料就大漲 當然我說過在這個貨幣戰爭的當中 台灣全均覆沒 因為美元貶值 我們就一直跟著美元啊 結果韓國不但沒有跟著美元 還逆勢大漲 等於相對的 比台幣多漲了將近百分之四十 多漲了百分之三十幾 那什麼意思 就是讓它在採購新的設備 讓它在採購更新一代的 面板的基板的基礎上 等於比台灣還便宜了三十五趴 相對嘛 因為它升值嘛 所以它大量開採變成八代廠 九代廠 十代廠 台灣呢 仍然是七點五代廠 所以呢 結果一敗土地 當然這個要怪誰 怪澎淮南 這還要怪誰 他要怪理工藥啊 怪這些奇美店的啊 像斷行賤啊這些人 為什麼要怪他們呢 很簡單 人家在玩這個貨幣戰爭 你一點感覺都沒有嗎 你就在那躺著賺嘛 因為你貶值嘛 東西很便宜嘛 所以打遍天下無敵手 當初的友達是全世界第一大面板公司 三宋還在 排在後面 為什麼三宋排在後面 因為人家沒有打算要跟你爭嘛 人家在擴廠中嘛 人家都在買你的面板嘛 都在買你的面板啊 買你的零件啊 所有的台灣企業家 那時候電子業都是躺著賺 因為我們貶值嘛 特別便宜 全韓國就是來買你的東西 做成三宋這個牌子 賣在全世界 等到呢 2008年 2008年突然間韓元就狂貶 2008年金融風暴嘛 韓元就狂貶嘛 韓元狂貶的時候 一口氣貶了50% 等於比你台幣相對的還便宜了10% 你的友達立刻降到全世界第三名 從第一喔 立刻降到第三 被他打到死 為什麼 全世界你的面板沒人要了 因為太貴了嘛 人家用時代廠做得又好又棒又快 那個完全了 完全了 這就是台灣衰敗的原因啦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美元指數就好 既然美元指數79.5 還不到80 未來我剛剛講喔 如果超過90 看到這個是90 這過去這幾年 如果這個底部等於完成嘛 我們當然確定 這個指數叫做升值 這樣瞭解吧 先看這個圖喔 如果 未來半年甚至遇到一年的時間 始終都沒有連85在這喔 始終這個都越不過 我們就不能說美元升值嘛 這樣瞭解喔 我們先定義這件事情喔 未來半年我們可以看到 他越過85 甚至用一年的時間 越過90 越過90 甚至更高的話 那當然是升值 美元當然是升值 那如果都連85這都沒越過 在這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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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那當然就沒有升值的定義 這樣 美元只會走這兩件事情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我沒辦法很仔細的跟你們講 因為時間不夠 但是我現在就拿結果跟你們講 你們就當做了解這個結果就好了 會對你們來說會更好去判斷 如果美元看漲 就是美元升值喔 到90以上 就是我剛剛那個數字嘛 以上 美元看漲 第一個原物料會怎麼樣 你們看喔 原物料會慢慢的盤跌 盤跌盤跌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直跌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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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漲有跌啦 不是這樣 砰砰盤不漲 有跌有漲 但是漲完以後再續跌 低點會越來越低 為什麼低點會越來越低 因為美元升值嘛 對不對 你的黃金會跌了啦 不用討論嘛 一定是1000塊以下嘛 九百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八百有沒有可能 要時間啦 要時間啦 不會跌那麼快啦 不會想這樣 那八百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但是要時間 不是崩盤 我要跟你講不是崩盤 是盤跌 越來越低越來越低 原物料也一樣 黃金一樣 貴重金屬各方面 什麼都一樣 因為美元升值的話 本來相對報價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叫美元報價 我們想講黃金 一盎司1200塊 那是美元報價 不是台幣報價 不是人民幣報價 是美元報價 所以美元升值相對的 價格就低了嘛 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美元升值 就是價格就低了 盤跌 但是呢 美股會怎麼樣 美股會續漲 美元看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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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就會這樣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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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漲上去 為什麼會續漲 美元既然看漲 代表錢 跑到哪去了 跑到美元資產裡面去了 美元資產 什麼叫做美元資產 美國的公債 美國的股票 美國的房地產 這一切都叫做美元資產 我不敢說全部會跑到股票啦 但是呢 至少也 也會分一些嘛 既然美元看漲 就很多錢進入美元嘛 對不對 那當然美國股票會續漲 我只講續漲 我不是說大漲 因為已經從 八千 六千點 兩千零八六千點 漲到現在都一萬六了 到窮工業指數 從六千漲到一萬六了 續漲就不得了啦 我不會把它當作大漲 但是呢 這一切的一切 都是為了讓美國這群 擁有股票的特定人 盧巴菲特這群人 有順利出貨的契機 也就是說 你一旦看到美元看漲 你一旦看到這個現象 就是告訴你說 巴菲特有出貨的契機 那巴菲特會不會出貨 我給你打包票 會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金融市場 資本市場 表面上如經濟學家所說的 幕後有一隻黑手 運作著這整個供需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幕後這隻黑手是真的是人手 不是大自然 不是一個經濟規律 是真的有人蓄意 過去我三十年的投資 我已經證明了這件事情 我手上有太多太多案例 過去這十當刻 我們都在講這些案例 就是告訴你 這是蓄意的 也就是一旦美元資產的升值 美元升值 就表示有人願意來買股票 巴菲特就很順利的 可以把股票出清了 那出清的結果就是怎麼樣 一兩年後 一兩年後 美元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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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兩年後 其實我預估就一年後啦 兩年的可能性不高啦 一年後 巴菲特就差不多可以出乾淨了 當然 結論就是原物料會崩盤 股價也會崩盤 跟什麼一樣崩盤 跟2008年一模一樣 全面性的崩盤 為什麼全面性的崩盤 出貨嘛 出貨嘛 籌碼一旦到了散戶手上了 就亂了 亂了就亂殺 亂殺就亂跌 越跌就越亂殺 越亂殺就越跌 結論就崩盤 那2008年的崩盤 立刻不到一年的時間 全部V型反轉全部大漲 2009年就大漲 台灣股票也一樣 為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這次沒了喔 這次一旦這樣崩盤就崩了喔 哪時候會回來 我給你打包票20年之內都回不來 20年之內都回不來 因為他出清了 他不會再買美元了 為什麼不會買美元 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負債國 最大的負債國就是美元必須貶值 不然他載他一輩子還不清 一輩子還不清 貶值就還得清 為什麼貶值就還得清 我全變薄了當然還得清啊 對不對 我欠你兩兆美金 但是以後兩兆美金只能買一顆雞蛋 我就拿顆雞蛋給你換就好啦 當然沒有貶那麼快啦 但是早晚也要貶那麼多啦 那全世界最大的負債國嘛 貶值天經地義的事啊 所有升值都是人為搞出來的啊 貶值才是天經地義的事 所有升值都是人為創造出來的 只是為了讓圖利這些少數的 擁有股票的資產家 把股票賣掉 所以接下來就一定崩盤 當然原物料也是崩盤嘛 就跟2008年一模一樣 那個崩盤也有沒有印象 原油一口氣從140跌到60 那黃金也是啊 大跌什麼都大跌 只是後來2009年 所有的原物料又漲回來 為什麼漲回來 就我跟你講 因為他們來不及出貨 他們來不及出貨 所謂雷曼修記純屬意外 他本來只想 高盛只想把雷曼幹掉 那一切他要取代 沒想到一幹掉剩成全世界的金融界 全面崩盤 所以巴菲特這些人都來不及出貨了 那怎麼辦 只好再拉回來 所以才造就了這五年來的大多頭 這樣大家了不了解 所以結論崩盤之後呢 全球的股市呢 就大跌嘛 然後 記得喔 大跌喔 然後呢 就不會起來了 因為全部崩盤了 所有擁有股票者 擁有房地產者 擁有什麼的 我們不管你擁有什麼啦 結論都重傷 擁有黃金的重更大的傷 還有擁有什麼都重傷 為什麼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崩盤以後太下渴了 尤其巴菲特這些人 一旦股票出清 他會不會去互盤 不會 他會不會去 逢低音買股票 不會 我已經在史堂課告訴你們一個概念 對一個大股東而言 他什麼時候 他把高點股票賣出去囉 他什麼時候要回補 我問過很多大股東喔 其中有一個人回答了我最妙了 而且我奉為歸孽 就是我們徐旭東徐老闆 他回答我就知道 越低越好 大股東高價賣出股票耶 我問他什麼時候回補啊 他已經賺那麼多了耶 賺了幾十億了耶 今天賺了幾十億也許 在二十年前對 徐旭東也是小錢啦 所以他回答你是越低越好 什麼時候補 越低越好 多低 越低越好 所以呢 巴菲特會被補 會被補 看來按照 我對徐旭東的了解 然後再來推論到巴菲特 他大概打死不會補了 有生之年都不會再補了 因為越低越好嘛 不補呢 不補就越低啊 啊越低就越不補啊 越不補就越低啊 就永遠都低啊 只有低 然後股價就這樣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我們現在叫做全球化的市場 所以全球一起跌 這樣了解吧 因為我們是全球化嘛 還有一種圖形呢 是 美元不漲 我剛剛講過啊 剛剛那個圖形還有印象嘛 整個底部盤了很久 美元指數盤了很久 但是始終八十五都見不到 就上不上去 還在那 那就表示說 除了 除了巴菲特以外 全世界的有錢人 都很聰明 我才不上你美國的檔耶 我有錢 我幹嘛淨你美國資產啊 你是全世界最大的負債國耶 美元沒有價值的啊 我幹嘛要進去 都不進去喔 所以巴菲特窮其智商 想要拐騙全世界的資金 進入美國市場 騙不到嘛 因為這時候不是 兩百年前喔 可以拿戰爭喔 拿開槍來搶喔 不是 不是像英國賣鴉片了 把中國的白銀全部搬走 沒辦法啦 什麼時代的 這時候不能來搶劫啊 他騙不了 他就騙不了 那騙不了的結果會造成什麼樣 就是錢都不進美國囉 那錢在 錢我們跑到哪裡 你說 錢在哪裡 最重要的是錢在哪裡要記得喔 你有沒有發覺到 我 一再提醒你們一個現象 人民幣在貶值 人民幣貶值是什麼意思 就是中國的錢流出來嘛 那這個中國的錢流出來 又不進入美國 那這個錢在哪裡 空中嗎 當然不會嘛 當然是找全世界任何值得投資的國家進去嘛 任何值得投資的國家進去嘛 我可以告訴你 我從第一堂就知道嘛 台灣是最值得投資的 台灣是全世界最值得投資的 為什麼 台灣這麼值得的 因為台灣 第一個 台幣過度貶值 第二個 股價過度的低 真的 這 我已經講了十堂課 你們真的相信我講的這件事 會幣過度的貶值 然後呢 股價過度的低 都過度了 都太低了 也就是說 當你幣值變得這麼薄 你的股價自然就會漲 就跟現在的房地產漲一模一樣 自然就會漲 那個完全基本面 按照基本面來看 它就要大漲一段 就要大漲一段 所以台灣本來就 那實際上 我也證明給你們看了 對不對 過去這些外資怎麼買股票的 尤其過去這半年的時間 拼命的匯錢進來 那如果台幣再繼續升值 會引發 在中國停留的台資 全面性的回國 那更可怕 那更可怕 中國總共有四兆的外匯存體 四兆美金的外匯存體 台灣呢 只有四千億 當然我不是說這四兆都會來台灣 我不要說四兆來台灣 只要同樣四千億來台灣 就是中國的十分之一 那你認為 中國那十分之一沒有台幣嗎 沒有台灣的台商的錢嗎 當然有啊 對不對 郭台銘養了一百二十萬個員工 在中國 然後旺旺呢 那個康師傅呢 保城呢 做鞋子的 Nike的保城呢 加起來 也有一百萬個員工啊 他們賺的錢 都在哪裡 都在人民幣上啊 他錢都不會回來了嘛 你看 康師傅 衛家 在地保買了幾間房子啦 買了那麼多 錢都不會回來 不能怪人家嘛 如果是你 你也不會回來啊 因為台幣貶值嘛 人民幣升值嘛 笨蛋才會回來啊 誰要回來 但現在相反喔 現在是相反喔 是如果 人民幣貶值已經不用如果了 已經確定囉 如果台幣少少的漲呢 再走升值呢 那錢不回來台灣去哪 對不對 就自然就回來了嘛 那個回來的金額 絕對不是你們想像的 我剛剛講過 台灣的外匯就是4000億 外面至少 還有4000億可以匯進來 然後為什麼這個4000億可以大膽的 願匯進來 因為你現在遺產稅不扣了嘛 你現在遺產稅他大膽匯進來沒差 你要扣遺產稅他就很怕啊 他就跟溫世人一樣啊 莫名其妙被你抽走 對不對 那你現在不扣了嘛 不扣可以匯進來了 所以他們錢 基本上要匯進來可能性幾乎是百分之百 因為人民幣貶值了嘛 然後美國又不能信任 對不對 因為美元資產不值錢嘛 美元不值錢嘛 美元資產怎麼值錢呢 算來算去台灣最安全 而且央行我可以命令他升值 命令他貶值嘛 我們早就是商人執政了嘛 你看我們郭台銘多霸氣 是呀一個禮拜給我回答啊 對不對 以後央行啊一樣啊一個禮拜給我回答啊 你要扁子還升值 就好了嘛 這個有錢人就臭屁了 沒辦法啊 有人有錢啊 對不對就是這樣啊 以後央行就只有聽話的份啊 對不對叫你升就升 叫你扁就扁 你也以為央行什麼獨立啊 反正你從頭到尾聽美國的啊 你也沒有獨立過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只是聽我的而已啊 對不對 對這有錢人 他命令你天經地義的嘛 對不對 錢都進來了嘛 然後北宋就說 我轉稅級不繳稅啦 我們 老百姓不繳稅沒有什麼 我跟你講 台灣的法律很清楚喔 我們不繳稅 直接坐牢 直接坐牢 直接充你資產 稅金這東西不能逃的 這國家直接坐牢 直接扣押起來 這個是法律上有可以這樣做的喔 那個誰 黃任聰就是這樣被關死的 管收 叫管收 對對對 那個法律名詞叫做管收 我們不繳稅要管收的喔 郭台銘不繳稅呢 然後呢 沒辦法 人家飛機跑來跑去啊 你們拿他沒責的 我們不繳稅要管收 所以你要搞清楚 然後呢 原無料 我剛剛講喔 美元如果不漲 原物料會緩跌 因為不漲啊 原物料 一樣跌 因為之前炒太高了 會緩跌 原物料包括什麼 金屬 能源 還有貴重 黃金 白銀 拔金 這些都算在裡面 包括很多很多的 銅啊 鐵啊 石化產業 這些都會緩跌 如果美元不漲的話 所以你看 如果剛剛美元漲了 那這些是 盤跌 盤跌 就有漲有跌 但跌的會比較快 那緩跌就跌的比較慢 然後呢 美股呢 會還漲 因為錢進不去嘛 巴菲特也出不了貨 出不了貨 反正也不賣 反正就慢慢的漲 慢慢的漲 漲不多 但是全世界的股票呢 其他全球股市呢 大漲 大漲 為什麼 我剛剛不是講嗎 錢已經從人民幣流出來了 從中國流出來了 錢到哪裡去 我跟你講 各自歸位 日本在中國賺的錢回日本 韓國在中國賺的回韓國 台灣在中國賺的錢回台灣 各自歸位 不然沒地方可以去嘛 那為什麼要各自歸位 比較好控制政府啊 因為這些都是商人治國的國家 他們好控制政府嘛 回來比較安全啦 對不對 你是台灣人 你再有錢 你把錢存到日本 日本政府聽你的 想都不要想耶 火大都把你沒收了 我跟你講 你回到韓國 韓國更不聽你的 回台灣安全多了 至少政府聽你的吧 所以他回來的可能性 我還是跟你們講百分之百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筆錢 隨便算都是四千億美金以上 不要小看 所以這股錢會大漲 這樣了解吧 那這是緩跌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有顧忌 兩年後資金會過剩 兩年後資金會過剩 什麼叫資金過剩 你回來嘛 只要炒高股票了嘛 一些股票都大漲都賺到錢 賺到錢就說 錢也是因應無事 要做什麼 又繼續再炒原物料 因為不敢進入美金嘛 因為不敢進入美元資產嘛 也就兩年後 2016年之後 原物料又會跟2004年到2008年一樣 全面性的狂漲 全面性的狂漲 那你就想喔 第一個跌不多 我們用石油為例子就好 石油在2008年的時候是140塊 後來2008年經濟崩盤 跌到60多 後來又從60多漲到110、120 然後現在又緩跌到將近一百塊以下九十幾塊 接下來呢 繼續跌 如果是屬於美元不漲的情況下 它會繼續跌 但跌不多 大概就跌到七十幾塊左右 或者 八十塊以下一點點或者不到 八十塊 我以原油為例子 跌到那裡以後呢 如果兩年後 資金過剩 怎麼辦 八十塊呢 我跟你講 立刻炒到一百六以上 也就是說 會比2008年的高點還更高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當然記得喔 當你未來 兩年後如果你發覺美元不漲 發覺美元還是 美元指數還是在不動 你要記得喔 台灣股票會漲到哪裡 會狂漲 會狂漲 台灣股票狂漲以後呢 什麼會再繼續漲 黃金啊 白銀啊 能源啊 什麼你知道做期貨啦 不然的話 你的資產就 又縮水了 又縮水了 雖然狂漲以後資產 就炒作 那這些所有的 直到哪時候 會崩跌 等到巴菲特突然 出什麼意外的時候 我們期待他不要出意外啦 為什麼 因為他系外他掌控了整個高盛集團 會全面崩潰 因為群龍無首 群龍無首 因為美國本來就是虛胖 我再跟你講 美元資產本來就是虛假的東西 他拼命印鈔票嘛 那都是不值錢的 但那個龍 那個群龍的龍 突然 出事了 我不要講他死啦 實在是 我真的不希望他死啦 因為他死得突然崩盤 我也來不及應付 最好一切 他活到百歲 活到一百二十歲 然後我們要繼續玩 大家都過太平的日子 反正美元會慢慢盤跌嘛 那全世界的東西都會漲嘛 那對我們不是壞事 至少那時候沒有彭懷南 我們的台幣不會跟著美元走 所以我們一樣日子過得很好 如果那時候還出現一個央行總裁 跟彭懷南一樣傭啊 那當然台灣的日子就很難過了啦 不過我已經在宣傳了五六年了 還這樣的話那真的是 這樣了不了解 這就整個超越 六六零八歷史天價 那不只是原油是這樣喔 黃金也一樣喔 白銀也一樣喔 貴重金屬也一樣 所有石化產業都一樣喔 因為你們用的是美元報價 相對的 因為那些漲了 是不是代表美元狂扁 是不是代表美元狂扁 一模一樣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了解吧 就等於美元狂扁 我跟你講 這才是合乎經濟學的道理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鈔票印成這樣子 它的貨幣還可以升值 負債累累的國家貨幣還可以升值 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國家 他說美國就是這樣啊 因為他拳頭大嘛 大家聽話嘛 他真的是拳頭大喔 他絕對不是能力強喔 是拳頭大 我們怕被他打而已 就這樣而已 他絕對不是能力強 因為他的能力 美國有一個真正的所謂的能力 是我們比不上的 他用全世界最好的頭腦都被他用走了 是我們比不上的 話說到這個 你們要了解 台灣的衰敗 就是因為 我們自己的格局太小 什麼意思 美國用了 全世界的精英 維護美國的利益 你不要以為那個精英 維護了那個精英 然後就讓美國造就了美國的強盛 你概念錯誤 精英是什麼意思 我這樣講好了 來把燈打開 我們這個先停下來 我們把精英 我給大家講一個 美國擁有全世界的精英 精英是什麼意思 就好像說我們這棟大樓 蓋一個非常高聳的大樓 裡面的鋼骨結構 這個就是精英 那請問一下 所有你們稍微只要了解一點點建築就好 那個鋼骨結構如果沒有螺絲的話 這棟都一樣垮 當然要有螺絲 那螺絲算不算精英 不太算 但是呢 你說這個螺絲沒有能力 那也太小看螺絲了嘛 也就是說 當這個國家有很多精英的時候 很多鋼骨 就會造就了這些螺絲 讓這些螺絲有地方可以發揮 台灣沒有精英 為什麼沒有 你不管從這次的學運 從過去這十年來 台灣對全世界的人才的排斥 都怕人家來搶工作嘛 你都不要進來嘛 都怕說以後我的工作沒了 以後我要考試我考不試 要跟他競爭我競爭不過了 都怕死啊 自己明明就是螺絲嘛 因為 但是鋼骨不進來嘛 所以你這螺絲也等於廢物 你這螺絲也等於廢物 我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給你們聽 如果今天 我們挖掘了一個 所謂的米其林的主廚 非常棒的一個主廚 請問一下 他可以對台灣帶來多少工作機會 多啦 多啦 對不對 要不要洗碗的 要不要端盤子的 要不要切菜的 都要啊 那請問一下 這些端盤子洗碗的切菜的 他們有什麼資格變成米其林主廚 根本不可能嘛 也就是說 你排斥了一個米其林主廚 說他來了會搶我們的生意 他沒有搶你的生意 你根本沒資格比 所以你排斥他 所以造成台灣 根本洗碗的沒工作做 切菜的沒工作做 端盤子的沒工作做 這是台灣的悲哀 台灣最大的悲哀就在這裡 但是無解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想不通這件事情 現在的年輕人到今天為止 他了解他要爭民主 爭民主是完全正確的事情 但是什麼叫做民主他搞不清楚 民主很簡單就是他自己做主人 為自己負責 他自己做主人為自己負責 很可惜了 他只是希望改朝換代 叫別人另外一群大人來做主人 他從來不想為自己負責 什麼叫做為自己負責 其實很簡單 他到底要走哪條路 未來的路怎麼走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 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掌握在內 他完全無法掌握 對不對 如果你不知道 台灣的衰敗 是因為我們在貨幣戰爭中 全面的崩潰 如果他連這個都不知道 他怎麼知道下一步該怎麼改正 如果台灣的不正義 不公義 是因為台灣的司法跟台灣的稅制 不公義 他連這個都不知道 那他怎麼樣建立一個所謂的台灣國 讓他有未來 不會啊 我前幾天才跟一些比較台獨的分子在聊 我就說 你要建立一個腐敗的台灣國嗎 那如果建立腐敗的台灣國 跟建立腐敗的中華民國有什麼差別 需要嗎 他才我才點 他突然 壓抑了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因為你制度沒有改嘛 腐敗繼續腐敗嘛 孫中山革命成功了嗎 孫中山二十幾年的革命啊 成功了嗎 建立了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腐敗的國民黨 腐敗到今天還在腐敗 孫中山革命成功了嗎 沒有啊 中國人有因為孫中山的革命 中國人變成非常富裕 非常幸福 非常有未來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 因為孫中山做錯了一件事情 只做錯了這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做錯了這一件事情 造成中華民國持續腐敗 造成國民黨持續腐敗 就是平均地權四個字拿掉 新宗會裡面的開宗民有最後一句話 平均地權 到了同盟會拿掉 為什麼要拿掉 因為打了二十幾年的仗 打到沒錢了 他的哥哥所有的唐先生所有的地都賣光了 打到沒錢了 那要金主啊 要金主啊 不然我革命不了啊 金主就說可以啊 要我出錢啊 你怎麼可以平均地權啊 你平均地權 媽媽就拿我的錢啊 我捐錢可以啊 但是我要節稅啊 我財富還要一樣那麼多啊 我一樣要欺詐電農啊 欺詐老百姓壓榨啊 怎麼可以平均地權呢 就拿掉了 從此以後國民黨就是邪惡的國民黨 從此以後中華民國就是一個腐敗的中華民國 就是平均地權拿掉 同樣的台灣國即使成立 如果不懂得平均地權 不懂得把稅制改革 台灣國只是繼續一個腐敗的台灣國 所有的老百姓繼續的被腐敗 被壓榨 毛澤東1949年建政以後 他有鬥地主反右 他有沒有建立一個負強的 他沒有啊 因為他稅制沒改啊 所以我跟你講他稅制沒改 他只是清算全部包了 那你看台灣我跟你講 獎金我來了 第一個做什麼 最狠的一招 四萬塊換一塊 對 就是他們的政策 這一招最狠 所有的有錢人都等於窮人 所有的有錢人都變成窮人 這個到狠都不算喔 因為他制止你有錢 因為有錢你就會反抗嘛 然後第二招更狠 三七五減出 什麼叫做三七五減出 最近胡志強就用了這句話 但是他不敢講三七五減出 他其實應該講三七五減出 他說公司賺的錢 三分之一要給員工 當分紅獎勵 三分之一給股東 另外三分之一做公益 講得很好啊 誰會聽 沒人會聽啦 你歲次不改革你誰頂 很簡單 三七五減出 三七五減出什麼意思 所有的電容就拿三十七點五% 賺多少我就拿三十七點五% 拿走啊 拿走還不打緊喔 幾年後跟著有其田 來 地主的所有土地全部吐出來 那後面喔 為什麼可以成功 槍桿子出政權 就是這樣 我不是鼓吹槍桿子出政權 我只要跟大家講清楚喔 後面就是霸道 但是呢 他為了老百姓做了要霸道 不然我可以告訴你 在座的各位每一個都是電容盒子 到今天都是 孤家認命嘛 孤家就是認命 不認命的人就被228趕了 我那個時候幾乎都認命 你知道吧 四萬塊換應該就228的時候啊 搞出來的啊 那後來就是因為 該砍的都砍光了 趕出聲音 孤家沒有反抗啊 孤家就認命啊 而且國民黨那時候多惡劣 那真的是惡劣 你難以想像 那就是孤家真的忍住了 怎麼樣惡劣 跟著有期田啊 對不對 那你的土地要賣給電容啊 電容又不只每個都有錢 沒有錢呢 但是你土地我還是要買回來嘛 那我國家也沒錢啊 怎麼辦 日本很多股票 台泥的股票 工礦的股票 那都不值錢的喔 為什麼 連股票交易所都沒有啊 就印章紙啊 就跟現在美國一樣 印紙 台穎那股票印給你 什麼 顧家就認命啊就拿了 所以才造就今天的顧家 所以他還是不錯啦 他有忍辱夫妝 那我反抗的呢 反抗就斬啊 反抗 我真的 我不是在鼓吹說一定要這樣的暴力 讓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今天沒有這樣的稅制 台灣沒有所謂的 貧富 這麼平均 台灣到今天也是全世界最平均 就是開發過國家相對平均的 就是這樣 不然我們在座都是電容的兒子 我真的不幹 絕對是電容的兒子 為什麼 很簡單 你的田 你耕種的那個田 非常好 非常豐收 老闆會說 地主會怎麼說 那是我這是水田啊 我這本來就很肥沃啊 不是你努力的啊 我這本來就很肥沃 不然你到漢田去看看啊 所以呢 肥沃是他的功勞 不是你努力喔 所以呢 你要繳給他更多 那如果你很倒楣 你分到漢田 你是電容嘛 那但是你還是沒有錢 你就分到漢田 那好辛苦種植就一點點 他說啊 對啊 你就只種那麼一點點 我也沒辦法分給你啊 我自己也不夠吃啊 所以你也只一樣拿起來 所以不管你是水田也好 你是漢田也好 你永遠只拿一點點 你永遠就拿一點點 對啊 都是這樣啊 不是 全世界都這樣啊 對啊 因為全世界都這樣啊 沒有一個例外啦 只有台灣例外啦 因為他搞了嘛 土地改革嘛 這才是真正台灣 立下這二三十年 這甚至於四五十年基礎的唯一原因 唯一原因 大家努不努力 都努力 你以為電農不努力嗎 電農每一個也努力啊 不然他怎麼活 對不對 你會有看到不努力的員工嗎 不努力的早就被老闆開除啦 老闆會養一個不努力的員工嗎 不可能的事嘛 只有不努力的老闆嘛 哪有不努力的員工 不努力的員工就被開除了嘛 你不努力的電農你早就被開除了嘛 怎麼會有不努力的 每一個電農都滿努力的 對不對 但是努力的結果拿得到什麼 什麼都拿不到 我之前不是舉例 八田與一為例子嗎 台南市 大概是我們過去 這一百年來 就是過去這一百年 不是現在 因為國民黨 大概執政了六十幾 三十八年嘛 等於六十幾年嘛 到台灣 過去這一百年來 台南是算數一數二有錢的 就是以台灣整個平均 就跟台北市比 雖然那時候 日本的首都府在台北 但是實際上台南很有錢 那台南的有錢建立在哪裡 身上 因為八田與一 把江南大軍蓋好了 本來漢田的變水田 本來不值得種植的 都變成很肥的田 但是我可以再告訴各位 台南人變有錢了 我甚至於問過 我們的一個長老 他說 台南很有錢啦 吳伯雄是胡說八道 因為我看過吳伯雄 寫了一篇文章 他小時候 在中壢 小時候有一雙皮鞋 他都捨不得穿 就那時候去上學 我說 他就說那臭大了啦 他說以前日本時代台南人 每一家家戶戶都有皮鞋穿 你去看那隻的照片 我跟你講我們長老跟我講的 我沒有說他說謊 但是他講的是台南市才有錢 台南市以外都沒錢 我今天講的就是真的 因為台灣我做過鄉野調查 能夠像台南這麼有錢的 找不到幾個地方 你當然有錢嘛 因為你是地主啊 你當然有錢嘛 我告訴你 八田與一的建設這麼的好 可以繞 加南大郡的這個水稻 可以繞台灣三圈半 繞台灣三圈半 蓋得這麼棒 把所有的漢田變成水田 造就了台南的富裕 但是我還是告訴你 電農還是電農 富裕的是地主 跟電農一點關係都沒有 電農還是電農 這個就是社會公益 那你這個上面沒改 社會不會有公益 到哪裡都一樣 你叫成台灣國 你叫中華民國 你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一樣 電農還是電農 這才是一個國家的未來 這是現代年輕人要知道自己的未來 這個不改革 二十年後 我看這些有錢人就把錢拿走了 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股票大漲 那你想想看 你是那個有錢人 股票大漲 台幣也大幅升值了 然後呢 所以股票因為大漲 所以你繼續擺著 不會嘛 獲利了結嘛 那獲利了結那筆錢呢 那筆錢呢 你會存哪 我不知道你會存哪 但是至少有一大部分應該 移出台灣嘛 存日幣也好 存美金也好 存人民幣也好 分散風險嘛 這是所有經濟學最簡單嘛 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嘛 那本來你有錢就應該分散一點嘛 我們現在不能分散因為錢還不夠嘛 錢夠就應該多分散一點嘛 合情合理啊 對不對 那你以後想想看 你就可以想而知 錢在誰手上 不是在大家一般人手上 是在有錢人手上 因為股價大漲 房地產大漲 原物料大漲 什麼東西大漲的結果 越有錢的就越有錢啊 那越沒錢的 當然他也會賺 賺少嘛 越有錢就賺多嘛 當他賺多 他把錢移到外面去 移 台灣就空啦 台灣就空了嘛 那空了就跌了嘛 這就是標準 這是遊戲規則 那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的年輕人 他沒有去對稅制做改革的話 那他們日子幾乎在台灣沒日子過了 就是沒有未來 他說他很有創意 他很努力 他很會什麼很會什麼 一樣啊 因為你賺不到錢啊 因為錢人家移走啦 人家移走啦 人家辦法錢移走啦 不堪臉知道 澎湖 澎湖 請問一下澎湖人每一個人都很懶惰嗎 澎湖人每一個人都很笨嗎 澎湖人每一個人都好吃懶惰嗎 當然不是嘛 但是澎湖的有錢人呢 都不在澎湖啊 在高雄的很多啊 在台中的更多啊 在台北的超級多啊 錢都拿走了嘛 剩下老羅夫爐嘛 那你要讓台灣變成這樣 這都是現在的年輕人要知道的事 很可怕的事 而且即將發生 因為我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房地產大漲已經是事實了 股價大漲 未來的半年你們也會看到也是事實了 也就是說 他們一定會賣掉出清 然後把錢萬萬的國外匯 如果當時的美元大跌 或者日元大跌或者是什麼 他錢就出去了 我再補充一個 日本的安倍經濟學給你們聽 你們就更知道我講的意思了 安倍有三支劍 前面兩個一百分 第一個大幅貶值嘛 第二個促進 第三個完全錯誤 所以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安倍經濟學全面垮台 所以日本我也完蛋了 萬劫不復了 第三個是什麼 增加營業稅 我們講的營業稅 就加值型營業稅 要把它調到10%以上 甚至15% 他第一階段嘛 他一個階段 目標就是要調高 為什麼要調高營業稅 因為你貨幣貶值 因為你貨幣貶值 你國家還不起債 因為日本的負債是140% 比GDP還要再高40% 他必須還期這個債 必須抽稅 因為貶值嘛 你就沒辦法 就還不起他自己的債 國家就還不起這個債 所以他必須抽稅 結果呢 他不去抽富人稅 他去抽消費稅 這個消費稅 消費稅是一個最邪惡的稅 但是我們從李登輝開始 就一直在鼓吹消費稅 這是最邪惡的稅 為什麼叫最邪惡的稅 消費稅就是人頭稅 什麼叫做人頭稅 不管你有沒有錢 吃一口飯就要一筆錢 吃兩口飯就拿兩筆錢 問題是有錢人會吃兩口飯嗎 他肚子嘴巴都跟你一樣大 是你吃一口他也吃一口 但是繳一樣的稅 所以加值型營業稅 是一個最邪惡的稅 那這個邪惡的稅 會造成日本全面崩盤 為什麼 很簡單啊 每個人都抽一樣 但是我今天貶值 變成讓日本的貨品有競爭力 讓日本的大企業賺大錢 讓日本的好像一片光明 賺的錢越多的人 跟沒有賺錢的員工 繳一樣的稅 要多繳喔 多繳一樣的稅 你看這個稅有多邪惡 那他為什麼不敢針對 有錢人去加稅呢 為什麼不敢呢 這些有錢人加了稅 他們錢會跑光啊 會不投資啊 會什麼會什麼 會獎勵大堆 其實只會一個 因為這些有錢人都是他的金主 他選上的都是靠這些募款的 所以呢 要保護他們 不用保護老百姓 只有這個 誰執政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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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執政都不太得罪去世 對對 都一樣 今天阿扁上來地補決定腦袋 那不一樣啊 你現在換了台灣國的換水 你才是一樣的 對啊 所以我就要加年輕人啊 所以我才說這些年輕人 趁他們現在還沒執政的時候 他們今天不錯啊 可以戰功立法院啊 就到立法院講啊 遂制改革 這才是他們的未來嘛 等他坐上那個位置 他又不一樣 等他坐上遂制改革了嘛 不過他們現在當不了總統啦 只是他因為他年輕赤誠之心可愛 對啊 可愛啊 本來將來他們 你看野百合那些他們都一樣啊 對啊 從政以後就不一樣 從政以後開始有官山 所以阿 所以你又想想看 他們的未來是掌握在他們手上 他們如果不針對稅制改革 他們沒有未來 這是他們的 所以我為什麼可以告訴你 日本一定會垮 因為你真的一個最邪惡的稅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人頭稅 加值營業的稅 這非常邪惡的一個稅 因為大家都吃一樣的飯啊 都吃一樣的東西啊 都一樣的生活 但是有錢人 你因為貶值 因為這個 讓他多賺錢 就好像我們加入WTO 讓企業家賺更多的錢 但是他們並沒有任何回饋 居然用加值營業的稅 來彌補這個空缺 所以安倍一定垮 日本一定垮 因為沒有這麼邪惡的稅 你就不要加稅嘛 你不要加稅有什麼好處 稍微正義喔 為什麼不要加稅有什麼好處 不是好處 是日元會狂貶 為什麼 因為負債累累 就跟美元會狂貶一樣 美元如果真的狂貶 誰最重傷 富人嘛 因為他手上是美元資產 巴菲特啊 他幾百億的美金資產都是美金啊 美金狂貶就是他最重傷 對不對 因為這才就是公平正義嘛 這就是另外一個公平正義 你了解吧 所以巴菲特在四年前就鼓吹趕緊加稅 叫全美國前五十大 就是前五十名排行榜要加稅 因為他知道再不加美元會狂貶 狂貶重傷的絕對不是老百姓嘛 因為美國的社會福利好得很餓不死 美國社會的狂貶就是這些有錢人 那台灣可不可以走一個狂貶的路線 台灣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們沒有社會福利 如果狂貶的話台灣就垮了 為什麼 全部餓死啊 那有錢人 有錢人繼續有錢啊 台灣不能走狂貶 日本可以喔 日本也可以狂貶 因為日本的社會福利也不錯 所以他不應該加值一切 他應該讓日元繼續狂貶 他應該這樣做 但是他為了圖利自己 為了圖利他的金主 所以他用加值經驗的稅 這是最邪惡的稅 這是註定安倍的破產 所以手上有日本股票的人 手上有日元資產的人 你就知道喔 像很多台灣 很多傻蛋又跑去東京買房子了 你知道吧 我給你打包票 這群就是傻蛋 這群就是傻蛋 我可以重複 這群就是傻蛋 為什麼 因為安倍經濟學揍了一個最愚蠢的稅子 最可惡的稅子 所以會造成日本全面的崩盤 這是無解的事 這是無解的 因為他這次的錯誤 會讓人窮人更窮 那他就垮了 也就是說 埋不起房子嘛 就跟台灣一樣 台灣為了實價科稅 為了房地產實價科稅 所以變成所有現在房地產都大漲 為什麼要大漲 因為我左手丟右手嘛 對不對 我明明買35萬對不對 像你要買我地 你要賣我30 我說沒關係 我給你買35 哇你多錢 但是我們補價補70 我們報價報70 你會給我也會給 為什麼 以後實價科稅啊 我用70來抵啊 我再賺一倍喔 也不要一毛都不要腳啊 這就是台灣完了嘛 所以你看這些稅制 基本上都是有錢人 他會去鑽你的法律漏洞 那你能不能 就是說你在當初要實價科稅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好配套 有沒有想好的 你沒有 沒有 你就是在害死下一代 以後下一代要買房子 真的說70萬幾條 那怎麼辦呢 他就告訴你這個價錢啊 對不對 你一點折都沒有啊 你一點折都沒有 那下一代就沒解啦 他已經養了十幾年了 他已經養了十幾年了 你看看台南的地主 哪一個沒有套十年以上 你先假設說啦 說要是他供應 因為你現在賣了台南賣的公主 差不多二十年前 對 差不多都是1994年那個時候 十四年當市長 那個時候要縮減農機率搶 搶蓋了一大堆 然後來崩盤嘛 崩盤 掉到五六萬 這個目前這個情形 我也聽房地產的有此理所 然後現在就跟那個時候的氣氛完全一樣 光今年一月到三月 台南市政府的統計 開工部署 中五華路大概是3200部 對啊 五華路喔 對啊 對啊 這個將來兩年後交屋嘛 大概再開工部署 差不多就這樣 那工需問題會沒有辦法 就是說像那個二十年前那個時候的工 這樣造成 我這樣講好了 我這樣講我懂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說會不會崩盤 對不對 台南不容易 為什麼 我剛剛不是講過 原物料大漲 第一個原物料大漲 第二個 台南不容易的原因 這些地圖已經有過去的經驗了 所以他沒有槓桿很大 他沒有槓桿很大 他只是把台北的一塊地賣完來搞你台南而已 OK 沒有問題 就是他撐得下去 撐得下去 因為現在台南撐不下去的 早在過去十年前都淘汰了 早在過去的 而且央行會不會在這時候故意把利息調高 就要整倒他們 央行也沒那個膽 因為整倒他們就整倒銀行 對不對 央行也沒那個膽 所以利息會繼續低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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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敢 因為房地產垮了銀行島 所以不敢 說你看台灣中央銀行利率長期這麼低 整得那麼低啊 因為沒有景氣好啊 景氣沒有好啊 你看這個大家現在全部把建筑 就像你講的紙箱浦白蘭 對啊 所以要再換人嘛 但他也一樣 如果今天你是央行 你也不敢提利息啊 因為你一旦提利息 房地產垮了銀行垮耶 你擺不平的 雷曼兄弟就是銀行垮了 才造成全球金融的蓬勞 當然是因為美國夠大 你台灣任何一家銀行垮了 台灣也垮了 台灣上升銀行賺了多少錢 你的手續一塊都要 來 我再跟你講活生生的例子 對 你講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你講的就是最重要的例子 我跟你講 當初阿扁的兩兆雙薪 讓友達無擔保貸款 讓當初歷經無擔保貸款 兩兆喔 加起來嘛 這些集團總共加起來兩兆 包括貿易這些都是無擔保貸款 什麼叫無擔保 其實有啦 有擔保啦 我不保阿 董事長不用連貸保證啦 我怎麼借錢都可以 這樣會造成什麼結果 你就會遇到胡鴻九這樣的人 就跟黃蟲仁這樣的人 怎麼樣 錢借兩千億進來 然後呢 拼命的殺價競爭 賺錢啦 分紅股東分光光 然後呢 隔兩年人家做好了 人家跟你競爭了 你垮了 再留銀行 我該分紅的都分光喔 這些銀行一樣啊 你說賺兩千億賺三千億賺幾千億 來分光光 分光光 分光光 然後分完了以後啊 倒了呢 倒了就交給銀行行就好啦 銀行倒了就交給銀行好啦 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規定怎麼樣 你就不用拿錢出來啊 他股本也不過就這幾百億而已啊 他外面負債幾兆干他什麼事 法律規定他只要賠這幾百億啊 這幾百億還不是他的 為什麼 上市公司他才幾%啊 國泰人壽大概只有5%吧 蔡家只有5%嘛 只有那5%是他的啊 95%是普羅大眾的啊 是基金公司的啊 垮了垮了是大家賠啊 幹他什麼事 分紅呢 分紅大家 分啊 想辦法分啊 所以你看他們薪資多高啊 他們董事長都拿幾千萬的薪水啊 對啊 就猛撈嘛 他們就這樣搞嘛 對不對 所以央行不可能提高利息 沒有那個膽 所以你開央行 你看中央銀行的央行利率不會很高 不可能 不敢 不敢 真的不敢 因為真的會垮 對對對 一定真的會垮 因為台灣的銀行沒有任何競爭力 就是買空賣空啊 就是剛好你借你純就這樣而已 他沒有任何競爭力的 所以你如果把利息利差擴大 競爭力一大 就是人家外資一來我們就垮了 所以這個不會調啦 不敢啦 因為經濟沒那麼好 我剛剛講過所有東西變漲 是因為你的貨幣變貶 你的貨幣變不值錢 不是因為景氣很好 無價 這跟15年前的房地產大漲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再跟你講 二十幾年前的房地產的大漲 是因為平均每戶人家 有兩百萬的存款 當時喔你可以去查喔 這是內政部公告的喔 平均每戶人家 就任何一戶都有現金兩百萬的存款 而那時候台北的東區 所謂的忠孝東路四段 全台灣最貴的房價 一坪十萬塊 誰都買得起 誰都買得起 不過貸款都勉強可以買 那貸款可以買更大 那如今呢 不是欸 如今欸 第一個存款沒那麼高 第二個房地產已經貴十倍了 已經貴十倍了 他怎麼買得起 他本來就買不起 所以真正現在買台北房地產的人 就是少數的投機客 還有就是我剛剛講這些 所有的財團在作帳而已 所以才墊那麼高 純粹就是作帳 那台南更是啦 台南就我們剛剛舉的例子嘛 對不對 他明明要賣30萬 結果你還給他35萬 但是叫他報70啦 為什麼 以後萬一有什麼 要實價科針什麼 我是70啊 完全不要繳稅啊 就這樣嘛 所以東西才漲 但是實際上 當然你質疑的是說 那70賣得掉嗎 當然賣不掉嘛 當然賣不掉嘛 但是他套10年他沒差 他已經套10年了 他不是今天才套 他已經套10年了 他撐得下去了 你不用擔心 因為利息不會調高 利息不會調高 等到哪一天 貨幣再繼續貶值的時候 他就賣得出去啦 就再不值錢 養地的目的就是為了這樣嘛 就是等到貨幣 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就是貨幣會貶值 你永遠要記得 過去我們每年看到說 美國GDP百分之3成長 或者台灣GDP百分之6成長 百分之幾成長 這都是建立在一件事情上 貨幣貶值 沒有建立在什麼努力啊 什麼都胡說八道 都是追尋在貨幣貶值 資本市場就是玩這個遊戲 那為什麼要貨幣貶值 就是要讓你能夠賺到錢 貨幣貶值就叫做通貨膨脹 貨幣貶值就叫做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有什麼好事 也就是說你買的機器 用五千萬買下來的機器 生產一億元的產品 你有五千萬的收入 五千萬的收入 但是如果通貨緊縮呢 就是貨幣升值喔 貨幣如果是升值 通貨如果緊縮就完了 為什麼 我用五千萬買的生產 因為通貨緊縮嘛 貨幣升值嘛 結果我只能賣四千萬的貨出去 我們撩到頭頭頭 你知道吧 貨幣緊縮 就是貨幣升值的時候 物價緊縮 通貨緊縮 會造成在資本社會上的 所有的流通全部垮台 全部崩盤 全面性的崩盤 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其實央行到後面就會印鈔票 慢慢的推讓貨幣貶值貶值 當然不要貶得太快 不要貶到太兇 不要說油怎麼一口氣 從二十幾塊一口氣漲到三十幾塊 這樣一路漲不要嘛 但是一個月漲個一分錢兩分錢 就是油價慢慢漲慢慢漲 那你船過水無痕OK啊 這個OK 大家沒感覺 那其實這個物價的升值 就是你的貨幣貶值 因為你是養地 你是一個地產商 你養地 養了十年之後你就會發覺 原來貨幣貶了 我在第一堂課的時候就跟你們講過了嘛 台幣過去十年總共貶值了百分之七十 總共貶值了百分之七十 就是說我們真正的貶值幅度是百分之三 你跟黃金比 你跟所有的貴重金屬比 跟鐵比 跟鎂比 跟石化原料比 大概我們就貶得百分之七十 如果我們當初不貶值 我們是走升值的路線 因為本來你美元貶值是天津地益嘛 你是全世界最大的負債國 你當然要貶值嘛 我們又不是 我們又不是負債國 我們還有四千億萬會存體耶 我們幹嘛要貶值 我們如果當初不貶 我們現在加一桶油 加一公升油一樣是二十塊 不是三十幾 一樣是二十塊 甚至於十八塊 那你一想想看 我們如果加一桶油十八塊 那大概大家日子還是過得不錯啊 對不對 吃一碗麵一樣是二十塊一碗啊 就不用五十塊一碗啦 為什麼 當然啦因為所有東西 因為台灣的吃的麵食這些 大豆小麥全部進口啊 因為你貶值了嘛 今天東西才變貴嘛 你日子才覺得過得很難過嘛 當然唯一的好處是什麼 這些企業家就躺著賺錢嘛 完全不花腦袋嘛 所以就養了一群豬嘛 這些豬一樣的企業家 像李坤耀這些人 就這樣嘛就養了一群豬嘛 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競爭力的 因為他已經被養成豢養了太久 所以完全沒有在國際競爭力 他完全沒有任何能力啊 以前有能力啦 但是後來完全失能啦 因為你一直貶值嘛 你一直貶值讓他有競爭 讓他有競爭 他就一直貶值就讓他有競爭 就這樣而已啊 他完全是靠貶值來競爭啊 他完全不需要靠能力來競爭啊 所以就完蛋了 所以台灣今天的衰敗 這個就是真正的原因 然後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到了在資本社會之下 我們的通貨膨脹 這些種種的 那央行會不會調高利息 我再講一遍 因為景氣沒有真正恢復 沒有真正恢復 很簡單 怎麼叫真正恢復 大家都找得到工作 現在台北市啊 台北現在是今天 就是上個月的公告 1.6人 就是每一個人有1.6個工作機會 一個人有1.6 那是台北市啊 不是台南啊 不是台南啊 台南沒有啊 全國平均也沒有啊 那只有台北市有啊 那為什麼一個人有1.6個工作機會 因為他們還找不到人 因為住不起啊 因為住不起啊 我如果在台北一個月只拿2.5萬的話 我如果不吃家裡 不喝家裡 不用家裡的話 我在那裡活活餓死 如果只拿2.5萬的話 我在那裡活活餓死 因為住不起啊 如果吃家裡 用家裡就ok 那ok 2.5萬剛剛好 因為那消費很貴啊 他消費非常貴啊 你不要以為說他有捷運啊 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 我跟你講 光做捷運一個月就要上千 好幾千塊啦 那個來回交通啊 一個月就要幾千塊啦 所以你不要小看說 那個消費很嚇死人的啊 那同樣的 台南呢 台南就是相反了 根本沒那麼多工作機會 我剛剛才跟大家討論嘛 你看我今天如果是成大電機系畢業的 我今天成大資訊系畢業的 我先成大什麼 就稍微不錯的系畢業的 剛好沒工作做 新竹以北才有 台中以南都沒有 沒有啊 沒有這些需要這些啊 可誠需要什麼 可誠只要需要作業員就好 嚴格來講小學畢業就可以了 只是現在暫時找不到小學畢業的 作業員不要什麼姿勢的啊 只是我要小學畢業 結果你大學來徵 我當然只給你22K嘛 我只能給22K啊 因為我這是小學畢業程度的人來做的嘛 又不是要找個大學多聰明的人來做 做業員欸 那不是什麼 所以基本上 為什麼會那麼低薪就是這個原因嘛 然後所有的比較高薪的都在北部啊 那為什麼如此 沒有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台灣在轉型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在鬥爭鬥爭鬥爭 藍綠都在搶資源 都在鬥爭鬥爭鬥爭 沒有人是為台灣的未來的規劃 我跟你們說過了嘛 你們如果有印象的話可以去查證 可以去查證 15年前 大概15年前 南科成立的時候 南科成立的時候是跟高雄在競爭 高雄也要做南科啊 台南市也要做南科啊 那為什麼要在台南呢 為什麼不在高雄呢 高雄學校比你多 人口比你多 地方比你大 一切都比你好 南科理論上在怎麼說都高雄嘛 那為什麼在台南呢 很少人回答 很少人說阿扁是台南的人啊 所以給他 那時候阿扁還沒執政欸 他成立2000年 這15年前的事欸 就是真正是1998年成立的欸 南科動土是1998年開始動土的欸 當然動土的時候那個都是甘蔗原啦 甘蔗原那不管至少動土是那時候規劃的啊 那個是李登輝時代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給高雄要給台南呢 因為那時候台南的企劃案遠勝過高雄 而且勝過一大截 台南企劃案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難以想像多可怕的一個企劃案 那個企劃案叫在台南南科要成立電子計算機中心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南科 它的全名就叫做電子計算機中心 欸這個名詞很難想像喔 我跟你講就是網路中心 就是網路中心 什麼叫做網路中心 就是美國太平洋的彼岸 要來亞洲的時候都要經過南科 我們是專門處理這件事的 完全符合美國的要求 所以我們通過了 你現在去幹喔還是這樣喔 硬體建設都一模一樣喔 結果這個硬體建設都蓋好了 一切都完工了也在營運了 我們的歷任市長 不管是許天才也好賴清德也好 沒有一個人知道國際這兩個字 沒有國際觀啦 完全都不懂完全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敢說他不知道 他當然不知道啊 因為最後Google是跑到哪去了 跑到台中啊被胡志祥拿走了 如果你想Google的亞洲總部在台南市呢 今天陳大學生會沒工作做嗎 今天台南的實質的成長多可怕 那本來就要開台南啊 因為中科到還沒開始 我們就已經完成好了耶 我們南科就做好了耶 那當然做好他現在直接把光鮮 從台南再接到台中就好了啦 國家花點錢然後Google就OK了 就被他搶走了嘛 不過不是有有史以說 Google弄那個來 也沒有造就台灣多大的工作機會 他只是為了看上台灣的電價評語 因為他大量的用電 這個就很重要了 這個沒有人是因為台灣自己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 他使用耗用台灣就會 對啊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是Google暫時只能這樣做 他的腦袋還是希望在大陸設場 但是不敢會被偷 東西會被偷 所以其實按照我們了解政治的話 他絕對打死一輩子都進不了大陸 他只能在台灣 他可不可以走菲律賓 那更爛啦 那個電時常挑電 在日本那太遠了 只有台灣 看上台灣連價 不不只是連價 那是我們要不要給他連價嘛 我們就算給他跪他也只能在台灣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我剛剛講過那些工作機會呢 成大就絕對沒問題啊 那人家為什麼去台中 不是直指單斷連價 因為連價的電 台中有 台南也有連價的電 還不是同樣的電 對不對 他也可以在台南啊 重點在這裡啊 這不能怪我 那是台南縣 那是台南縣啊 那時候 那蘇漢治 如果蘇漢治就更要罵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想起來了 那個字是他簽的 對啊 南科的 南科的 那個企劃案的字是 我想起來了 對那個字是在 那個蘇漢治簽的 那蘇漢治就垂蛋嘛 蘇漢治就垂蛋嘛 就是這樣 那字他簽的 對 那應該罵蘇漢治啊 那沒辦法啊 你看 如果當初 既然你Google設在這裡 那是不是整個就業機會就大了 你就算用不了多少人 我相信啦 Google絕對可以養你幾百個啦 就是需要養幾百個維護嘛 總是有幾百個工作機會嘛 而且這些都是高科技喔 薪水都不會低喔 都可以在台南自產喔 都可以在台南自產 在台南消費喔 就被活生生的被胡志強搶走 而且我剛剛講過 所有的設備都在台南都建好了 而且Google還沒成立 我們就建好了 因為那時候是跟美國有講 他們光線要進來 康寧有光線要進來 因為這些光線都是康寧鋪的 整個光線要進來 六條光線 整個從屏東上來直接接到台南 然後再分到中國去 分到上海分到哪裡 再分上去 這個都是規劃好的 那當初台南本來就需要這些維頭人才 而且我剛剛講過 如果今天我們好好做 Google絕對會在亞洲越做越大 而且我剛剛講過 因為中國越來越繁榮嘛 它只會越做越大 而且它做大的情況之下 它這個場地會越用越大 我們現在南科基本上就是奇美在用的 就是現在的那個群創在用的 就是我們現在南科 實際上那整個地都應該是給Google用的 那個整個地 因為那就是計算機中心嘛 那你想它用那麼大的地 它要請你多少人 這本來就是一定的事啊 這都是一定的事 我們都可以知道那就是台南的未來 但是現在這個最大的一個利基沒了 這個對台南來說真的是 也算重傷啦 也算重傷 等於說你就可以發覺台中以北 整個台灣的建設是越來越活絡 相對的台中以南就越來越衰敗 因為沒有辦法吸引更多的國際企業來這裡投資 很難啦 很難 因為我們最大的一個利基 國家花了多少錢在建設 這些東西都做在那裡 結果我們都沒把握到 非常可惜啦 非常可惜 我講的就是給你們知道 這就是政治 這就是政治 你知道這些政治 但是你也不要輕信去投資 有一家公司就因為看到這樣的政治 多麼驚喜就跑去散化投資 用一瓶60萬買了散化一大堆地 就把公司高垮 那個家公司叫三星五金 你們都可以去查證 用60萬買散化的地 他就看到我們那個的計畫報告 一個計畫報告是全 就是竹科 中科 南科 這三個科裡面的企劃報告 我們的企劃報告是最棒 而且是把未來20年到30年 整個南台灣規劃的最棒 所以我們才拿到這個啊 所以我們才拿到這個啊 不然就高雄做就好啦 哪輪到台南 對不對 這是我們最好的計畫 就是竹科 中科 南科最好的計畫 完全符合未來20年的規劃 甚至於以現在來算的話 再20年都沒問題 結果等於從頭到尾可以跨越 這樣40年以上 因為南科已經1998年動土了嘛 1998年 對 98年動土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就是趨勢 那我現在提醒你們的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們了解說 當我們看到一個趨勢出現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掌握它 那我剛剛講這個趨勢你要了解喔 我們現在看的就是美元 美元就是我們在未來半年 甚至於一年當中最重要的一個趨勢 你們一定要心知肚明喔 如果我剛剛講過 美元如果趨貶 就是說沒有辦法升值 那是一個大好 對台灣好 對全世界都好 好的不能再好的事 因為這才是公益 什麼叫公益 你是全世界最大的負債國 你的避值 你的資源本來就該貶值嘛 那你不讓它貶值 你就要搞很多 地下手法 二職的手法 你才不讓它貶值嘛 就例如我再講一個 邏輯給你們聽 你們就更清楚了 這個我一直想講都忘了講 烏克蘭這些事件 大家都知道嘛 蘇聯就希望它聽它的嘛 那烏克蘭有些人也想聽西方的嘛 然後西方也是希望把烏克蘭挖過來嘛 把蘇聯的那個 對外的所運輸斬斷嘛 斬斷 這就是 東西兩方 在對抗的時候 蘇聯 當然就叫烏克蘭 那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肯定的告訴你 我真的肯定的告訴你 因為我在好幾個月前 我就講一個多月前嘛 剛剛發生的時候 剛剛一點點小鬧劇 我就說 那個是純屬虛構的遊戲 什麼叫做純屬虛構 蘇聯會不會派兵打烏克蘭 嗯不會 絕對不會 為什麼不打 因為目的不是要打啦 目的只為了一件事情 因為原油要崩盤了 原油要大跌了 然後蘇聯最大的兩個出口產品 就是黃金跟原油 黃金跟原油 所以呢 它必須在期貨市場上 不停的放空原油 所以我要製造 動亂 讓原油漲上來 它才能放空 原油才會下去 所以我要再 結果原油一下去 我就再製造動亂 然後又漲上來 我再放空再下去 不停的空 要空至少兩年的合約 合約空空空空 等它佈局全部空完了 不管烏克蘭要怎麼樣 都不甘蘇聯的事 為什麼 反正最後我想要吃下你也是一句話 我不想吃也是我一句話 都是我一句話而已 沒差 但是我空完原油之後 我蘇聯的經濟就不會垮了 因為原油會崩盤 蘇聯一定垮 因為美國把頁岩器 發明了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會讓石油的成本大幅降低 我再跟你們講 過去挖石油 我再跟你們講 過去挖石油怎麼挖 很簡單 挖一個洞 那因為地殼有壓力 挖挖挖挖 剛好挖到石油 BOOM 油自己冒出來 因為地殼本身有壓力 有重量 就挖到那個水 那個是液體 就液壓 油冒出來 啊有石油 那如果挖挖挖挖 剛好壓力平衡 油冒不出來呢 那就挖不到石油嘛 差別就是這樣而已 這是過去六十年的紀錄 後來呢 就有人聰明一點啦 就說不然這樣滾水下去 就把水灌進去啊 油是不是就爆出來了 對對對也聰明一點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啦 因為那個很費工啊 成本很高啊 很費工成本有很高 所以呢 這個東西也不是說 是一個長日久安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過去的所有挖 挖的能力跟技術 到今天為止都沒什麼進步 就是我講的這樣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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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一個洞 剛好自己冒出來 OK 我挖到油了 那油冒不出來 就我沒挖到 就這樣而已 你真的用抽的 那個都太費錢了 根本做不到 根本做不到 就是說灌水進去用抽的 這樣廢錢又做不到 那結果現在業延氣 為什麼我們講業延氣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你地殼壓壓壓壓壓壓壓 油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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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 冒到有一天平衡了嘛 裡面有沒有油 當然有油啊 還有很多油啊 只是它冒不出來嘛 冒不出來怎麼辦 沒辦法怎麼辦啊 用抽的白虎啊 那現在發明了一個 叫做液鹽油 什麼意思 就拿一些化學藥具灌進去 讓它飛花 也算是飛花 但是不能這樣講 就變成所謂的液鹽氣 就冒出來了 就等於在底下自動煉油一樣 煉油了 變成天然氣 液鹽氣 就收了嘛 我可以告訴你 這是人類的大災害 這是人類啦 這是美國畢竟衰敗的不二法則 真的 所以不要駐美國 為什麼 你想想看 你當初挖油 挖挖挖它噴出來了 壓壓壓 地殼會不會下降 當然會啊 下降到有平衡點嘛 對不對 就平衡在這裡嘛 因為下面有油嘛 那就平衡了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讓化學藥劑讓它變成 液鹽氣冒出來了 收集拿去用掉 拿去賣掉 用掉 結論都一樣 那這裡面 地殼 中間這一層變成什麼 空的 對不對 變空的啊 空了以後呢 我跟你講 本來只要一級地震 是還有一點點感覺 直接就逛 一級變五級 五級變十級 就是本來是一級地震的 會因為它這樣搞 變五級地震 就是嚴重性變五級 然後本來是五級地震的 嚴重性變十級 我真的都不蓋你 就是這樣 當然不是明天會發生 因為現在正在挖嘛 還早啦 如果美國消費得夠兇 因為它貨幣會貶值嘛 我再跟你講 它貨幣會貶值 這才合乎美國的 垂乎整個人類的文化的正義嘛 因為花那麼多錢呢 它到貨幣當然會貶值啊 但是貶值你進口原油會很貴啊 所以他們會大量的開發自己的油來用 那美國人又不是一個不浪費的國家 超級浪費的國家 又有便宜的就盡量用 盡量用就越便宜 就盡量開發 我跟你講 都會造成美國出事 這個在地質上 你去問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液源器嘛 最後就空殼啊 中間就空的啊 那你只要一級地震 本來沒事啊 那一級就一級嘛 那一級就會它就動下來啦 就變五級啊 那如果本來五級呢 就你會跳到十級啊 都垮得更慘啊 我講的就是未來的美國啊 因為你知道啦 那誰 那像阿拉伯國家 會不會因為美國有了液源器 他也來跟著玩 就算看阿拉伯的命好 還是美國的命好 為什麼 他也 理論上他也會啦 因為他也快挖不出來了 噴 噴差不多快噴完了嘛 用了70年了 已經噴的差不多 他去拿這個技術跟美國合作就在灌 化學要進去 讓他變液源器 那就阿拉伯比較快空嘛 比較快空 阿拉伯就逛了 然後絕大部分的地都海平面沒多高喔 絕大部分都海平面沒多高喔 我都這樣一弄 空直接在海底下 直接變在海底下 這個都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就是很可怕的人類的生活 當然我們台灣離那個很遠 所以沒差 我們沒油嘛 那有啦 他們說釣魚台有啦 不然大家要搶嘛 所以不要傻傻的去這樣挖 可以啦 挖讓他自己噴那都無所謂啦 不要傻傻的就把他灌 灌化學藥劑進去喔 他就空心了 你就變空心了喔 但是台灣 離台灣最近的 挖油的地方在哪 印尼 馬來西亞這邊都是啊 文萊這邊都是最近的 所以你要小心海嘯 那個海嘯是會到台南的 那邊的海嘯出現會到台南喔 台北沒事喔 跑不到台北喔 那邊的海嘯就是專門來台南的 我們家住高樓 我們家住高樓還好 不過看海嘯來也很恐怖喔 對不對 那個我講的都是真的喔 因為如果他們這樣玩 我當然他們現在沒有這樣玩 但是這就是看大家的命 我所謂看大家命 如果今天 美國把這個技術全部 就是投資全世界 然後盡量開發 盡量開發 那我們就早點用到嘛 就是早點用到便宜的能源嘛 就是我講能源會崩盤嘛 你就早點用到 那早點用到的結果 就是造成地核的大變化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變化 然後印尼 馬來西亞 文萊這邊的一旦地震 嚴重的地震 台南會出事 那整個海嘯會過來 那是台南最大 我講這個都不是唯言聳聽喔 是告訴你一定會發生喔 只是命好是100年後發生喔 命不好是20年後發生喔 差別是這樣而已 但是一定會發生 因為最後一定會去用這些 這個油 不可能不用 因為便宜啊 而且沒有汙染啊 天然氣啊 葉炎氣啊 為什麼又便宜 又沒有汙染 有什麼要不用的 就用啊 用的結果是什麼 就出事了 這個都是無解的事 這都是無解的事 你制止不了 我剛才講過 便宜 又沒汙染 天然氣 等於天然氣的一種 不是真的天然氣啦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跟你們講是因為我認為運氣不好 20年後就會發生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都遇得到 那運氣好是100年後發生 那你要提醒你的子孫 要小心一點 因為北方沒有人挖石油 所以不用擔心 那邊都沒事 我們北方都沒有 那我們就最 就馬來西亞 印尼 文來這一塊 都在挖石油 現在印尼 印尼現在景氣已經快要比台灣還要 這個平均國民所得都快要比台灣高了 就是因為有石油 就是因為有石油 就是哇 你想台灣如果有石油的話 台灣日子過多舒服啊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危險 所以我擔心的就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當然我在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要提醒你 這是提醒 不是說明天會發生 但是你們一定要注意 這個葉原器的技術 真的非常非常危險 但是是一個無解的危險 因為一定會開發 制止不了 又便宜又沒污染 所以這個無解的石 所以一定會開發 那他會怎麼灌水 怎麼灌水 要有水啊 抽完的話要灌水 水在哪裡 水在那櫃 在海邊有水啊 阿拉伯在海邊有水啊 德州是在裡面啊 內陸啊 哪有水啊 去哪生水啊 根本沒有水啊 像剛剛所講的第一種狀況 北院看漲 然後一兩年內就大崩潰 然後 美國金融在比一個二十年不起來 然後到二十年後 一定要有所有人的 一定有 喔 那算他倒楣啦 那就救不了啦 有錢的時候對不對 你看 有錢的時候你看北京 北京去年還前年嘛 才下個兩百公里的雨啊 又淹死一個 然後整個北京市都淹水 但是北京恢復很快啊 立刻恢復很快啊 有錢啊 有錢的話恢復很快啊 就這麼簡單嘛 那沒錢呢 沒錢就慘啊 從此一絕不振啊 我跟你講 美國如果這一次 整個升職 被他遊戲規則逮到 其實美國不會變窮 我再跟你講 美國沒有變窮 只是股票會大跌 美國沒有變窮 只是股票房地產會大跌 有錢人還是這些人 社會福利還是這些社會福利 一切沒有改變 只是我們倒大煤 因為錢又被他拐走了 因為升職嘛 就很多人錢進去嘛 然後又花為烏有 所以我們努力賺的錢又沒了 被他拐走了 但是如果我們的有錢人都很聰明 都很聰明 錢就是不被他拐 錢繼續留在台灣 繼續在炒作台灣 然後自己都 就不被他拐嘛 那其實台灣沒有重傷啊 台灣就好好的啊 就沒有受到這個 因為我再跟你們講 資本主義的市場的錢怎麼來的 就是本來只有一百萬 經過存到銀行裡再借出來 然後賺了錢再存回銀行裡再借出來這樣 變成六倍 叫乘數效果 變成六倍 這就是全世界 你只要任何讀經濟學都有讀到這一段 這就是資本主義 所以資本主義會讓有一個人錯覺說 我錢很好賺的啊 加六倍的錢當然好賺啊 本來只有一百萬大家要搶著賺嘛 現在有六百萬大家要搶著賺嘛 那當然好 相對好賺多了嘛 但是我還是跟你講 實際上只有一百萬 也就是實際上這個人把一百萬抽走 這零變成零 立刻變成零 那你說 六百萬啊 拿一百萬走還五百萬啊 這五百萬是假的啊 是純數字遊戲而已啊 這讓你覺得好賺 讓你kimoji而已啊 只是kimoji 完全是虛無緹緹的東西 所以這五百萬 這百分之七十 啊 百分之八十七 是一個虛假的東西 是一個完全虛假 根本沒有的東西 所以只要有一個狠狠的人把錢一抽走 這個國家就bam 垮掉 這個國家就垮掉 那美國之所以沒垮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全世界唯一有印鈔票的權利 它是全世界唯一有印鈔票的 台灣人也可以印啊 你印啊 你印沒人要 他印的有人要 差別是這樣啊 你這樣 那人民幣可不可以印 可以啊 他也可以印啊 誰要 重點是誰要嘛 那日本也可以印啊 印 而問題是誰要嘛 重點在誰要 日本有少數人會要 因為他們的商社會去買 人民幣也有少數人會要 因為他們中國人會買 那台幣呢 就沒有 不是少數啊 很多人都不要 台灣人 台灣人都存到海外啊 台灣有錢人都存到海外啊 那很深少人 我還是在講 我們錢不夠啊 有錢原則上是存美金啊 很少人存台幣啊 對不對 所以台灣沒幾個人要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台灣沒這個權利 印鈔票 那台灣沒權利印鈔票 所以只要有心人把錢拿走 台灣會衰敗的更慘 那美國不是不會衰敗 他因為印鈔票 他的後果就是 美元要重扁 這才是正常的後果 那一切美元不是重扁的反向 就變成升值的都是人為 因為在經濟學流的 沒有任何道理他會升值 沒有任何道理他會升值 所以那都是人為 人為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本來這樣重點是正常嘛 你中間把它拉高以後呢 然後撐不住就垮回原來的點嘛 因為他這樣貶是垮回原來的點 也就是他會崩跌 所以我剛剛講過 他崩跌之後 如果今天美國再發生 我剛剛講液延器 這些所謂的地震 所謂的災難的話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一個概念就是 因為像德州啊 像這些地方 其實人口 影響沒有很大啦 但是大事大stan 因為你一旦發生 我剛剛講過 這個技術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是德州 我講錯 不是德國 是德州先發生 還是阿拉伯先發生 還是未來的印尼先發生 我不知道 這個真的我想去問一些 我這次回台北 我去問問那些專業的地質學家 看看他們知不知道 不過他們手上也沒什麼資料 他們也很難分析這件事 因為這是我肯定會發生的事 只是說時間點是20年後還是100年後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說 美國這樣 因為美國到下一步 他還是會繼續贏鈔票 他還是只能用這一招 因為他沒有能力還債 他不可能有任何能力還債 因為所有的有錢人就逃離美國 你看羅傑斯跑掉了 索羅斯已經把他的基金全部關起來了 只操作他家族 為什麼只操作他家族 為什麼把基金關起來 因為基金一旦對開放外面募資的話 你要在美國的法律要公開 要公告 公開公告你就看到我倉位在哪裡 你就知道我錢放在哪裡 我為什麼只針對家族 我們自己的啊 我們高興會就會 也就是告訴你索羅斯在做什麼動作 要酸了啦 他關起門來就是要酸了啦 現在唯一阿伯要酸的只有巴菲特 因為他不能酸啊 你巴菲特再酸 美國會比我們想像垮得更快啊 但是巴菲特不是沒有酸喔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喔 他們最近在實行什麼政策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全巴菲特的公司 包括可口可樂 包括Costor 包括IBM 包括那個星巴克 包括這些企業 他們有一個 巴菲特手上有這些企業 你們知道嗎 應該知道吧 這個其實你去看他的夥伴的另外一本傳記 就會知道了 他裡面 其實他就是把透露巴菲特擁有這些企業 這些企業都只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賺現金的公司 收現金的公司 麥當勞 Costor 那個Pizza Heart 全部他的 他都是大股東喔 收現金的公司 收現金有什麼好處 現在他已經要求了 我跟你講喔 這個都是有鎮有鋸的喔 他現在已經要求了 可口可樂要實行庫藏股 要實行庫藏股 Costor要實行庫藏股 好我待會告訴你 庫藏股是這麼意思 好他要實行庫藏股 買自己家公司的股票 買自己家公司的股票 那理論上你買自己家公司的股票 如果 最大股東是誰 最大股東是巴菲特自己啊 如果你不賣的話 會出現什麼現象 我教你們大家就說 今天有人確定要來買了 要買很多了 實行庫藏股買要買很多了 但是大股東都不賣 股價就非漲不可啊 實際上我們看過去的客戶可樂沒有漲 我們看看過去的IBM還大跌 我們看看Costor也是沒有漲 包括星巴克什麼都沒有漲 他們一直在實行庫藏股啊 就在東面上 欸 那他們買誰的啊 我已經跟你講 最大股東就是巴菲特啊 當然是買巴菲特的嘛 那買誰的 你實行庫藏股 買你家的股票 你自己是大股東 然後你的股價又沒漲 如果你不賣理論上就漲了嘛 沒漲嘛 我們實際上看到股價沒有漲嘛 就是買他自己的嘛 也就是他已經把他的股票盡量的賣給 自己的公司了 然後還有一招更可怕 這個我比較沒有證據 我剛剛講的就是有證有據喔 實行庫藏股這個我都有收集他們的簡報啊 收集他們的公告 因為這都要公告的 另外一個我比較沒證據的 但是我相信他正在做 正在做 因為我最近觀察出這個Mega了 因為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會串籌碼的人 所以為什麼我才教你們那些 所有的成交量的分析模式 現在很簡單 他們正在做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口可樂 你去買Costor的股票 買10% 你Costor去買IBM的股票買10% 不要買IBM 你去買星巴克的股票買10% 你星巴克去買Pissaha的股票買10% 百事集團 你百事集團再去買的都是他的啊 各買10% 繞一圈 繞一圈有什麼好處 是籌碼又集中啊 因為都是我掌控的嘛 籌碼又集中 我的股票賣給他 然後籌碼又把它更集中 然後呢 我手上有很多現金啊 因為我股票賣給他 我手上換現金嘛 我到時只要一拉高 我到時 如果美元資產一進來喔 我股價就可以拉高對不對 我股價一拉高有會出現什麼現象 你們的投 你投資的可口可樂 你是可口可樂 你買了Costor 你的淨利不只你Costor賺的錢 你還分配了Costor賺的錢 懂不懂我講意思 交叉持股 哎 交叉持股 你還分配他賺的錢 也就是你本來賺5塊變成賺7塊 因為2塊他賺的 那他也是 他本來賺5塊賺的他又賺7塊 就會比原來的利潤更高 那再加上股價又漲的話 如果外資進來買的話 就是全世界的傻蛋跑去買美國資產了 剛好把這個高價又賣掉 對不對 那這些公司是不是賺更多 對不對 利潤更棒 那就出脫乾淨 你知道吧 他們就在玩這個遊戲 他們就在玩這個遊戲 當然我剛剛講 如果外資沒有進去呢 他賣不掉了 賣不掉沒關係啊 他業績還是成長 因為明明賺5塊嘛 因為我這樣一玩下去變賺7塊 就多賺了嘛 因為你要算他的成 算他的利潤嘛 因為你買了10%嘛 他賺的要轉過來轉過來 買了他 就是別人賺得到算在你身上嘛 這個就是遊戲 明明只有5塊就變7塊 明明只有7塊變10塊 就這樣 所以那個數字就會變很好看 他正在玩 正在玩 那所以他為什麼要玩這個 就是要給世界一個錯誤的印象 就是說 美國的景氣全面恢復 美國的麥當勞 美國的可口可樂 美國的Costo 美國的Starbuck 美國的每一家企業都大賺 而且 不停的成長 數字遊戲 全都是騙人的 我肯定告訴你 全都是騙人的 我肯定告訴你 全都是騙人的 因為這個遊戲 我20年前就會玩 這太簡單玩了 就是這樣玩 這就是資本市場的騙局 你了解吧 就這樣騙騙騙騙騙騙 那騙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外面的前進來會嘛 那這種可能性高不高 其實我也不敢說低啦 因為很簡單 台灣的有錢人呢 多半是 炒地產的 多半就是我剛剛講的 比較傻的一群人 比較傻的一群人 只會炒土地嘛 什麼都不懂 但是中國的有錢人 那就不用討論絕大部分是 99.999%都是靠炒土地的 靠高車勾結 那這些人正在移民中 這不少錢 巴菲特就目的拐這些人 就正在努力的拐這些人 那一樣嘛 他錢真的被拐走了 美元指數就漲了嘛 對不對 人民幣就貶了嘛 那他就成功啦 他就出脫了啦 那中國過去改革 改革從鄧小平改革30年到下 說辛辛苦苦賺了錢 就被拐光 就被 就被拐光了 這種可能性沒有不存在 我只是告訴你 這就是結果 所以你只要看到美元上漲 你就知道中國要 未來的大崩盤 會比你想像的崩盤還嚴重 但是在這最近 這兩年 就是美元大漲的過程當中 的這一年呢 中國的股票會不會也跟著漲 會 會先跌以後大漲 為什麼 因為人民幣貶值會造成競爭力增加 就業績會恢復 景氣會恢復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們一定要小心 中國會有更多的中小企業 會倒閉 所以你們會突然發覺到 如果你買Main in China的麵包機好了 或者買一個烤箱好了 本來假設兩千塊的一個烤箱 突然會降到剩八百塊 因為都倒電貨 未來兩年一定看得到 所以東西會突然變很便宜 那相對的 台灣的中小企業呢 完蛋了 你沒有任何競爭力 吳姐啊你怎麼競爭 它是倒電貨 導電貨行情價三折 行情價三折 三折還高估了 順便一折收過來的 趁金趁兩趁乃的 它是導電貨啊 他們導電貨有多少量 我可以告訴你難以數 難以數那個量之大 那不管是升值貶值 他們都有導電貨 這個是無解的事 他們撐不下去 導電貨會請銷到台灣來 那台灣老百姓 有八百你會買兩千的嗎 你說沒你錢啊八百 沒你台灣兩千 這個實在很難抉擇 八百要買三百 對不對 所以你看八百啊 所以你知道兩千賣不掉 這個是我們未來半年就看到 不要說半年 其實現在已經發生了啦 已經發生了啦 現在已經發生了啦 未來半年只是越來越嚴重而已啦 未來半年只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那台灣的這些小企業會不會很慘 會很慘 會很慘 這個是也是無解的事 當然 這跟我們投資股票沒什麼關係啦 因為這些人跟股票沒什麼關係啦 因為他們又不是上市場或公司 只是你要知道 你會突然間 買到很多好便宜的東西 突然間 欸怎麼這都要那麼便宜 那那麼便宜 但是你就不要覺得很開心喔 所以就告訴你說 成了台灣要大失業 中小企業會垮掉 會大失業 這個很嚴重啦 但是這都無解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 美元上漲 錢就會外流的更慘 人民幣就會貶值的更慘 他們的企業會更沒有競爭力 那你說 欸為什麼貶值貶值 大企業有競爭力 對 貶值大企業 小企業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沒辦法買到便宜的原料 被大企業壟斷 他們 就是說我要製造我要原料啊 被大企業壟斷 他對外競爭 是用便宜去競爭 他對內銷售他才不理你 照樣賣你那麼貴 你說貶值啦 東西貶值 貶值他賣你是人民幣 他對外是賣美金啊 不一樣啊 所以他不會疼惜你中小企業啊 就跟我跟你們講了 馬英九為什麼我們說他笨 他把水電說十月份要漲 這你們要聽懂喔 馬英九說水電十月份要漲 這今年一月說講的喔 十月份今年水電要漲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十月份本來水電要恢復東力 要降價 他不降了 這馬英九說的啊 所以等於十月份要漲 好 所以呢 他容許 可不可樂統一 衛權這些企業漲價 因為他就說 你國家政策都在變啊 我本來因為你這樣調 我再平衡一下嘛 所以賣這個價錢嘛 你現在十月不降啦 等於我要多成本 十一 十二 我要多花一些電啊 水要我要成本 所以我東西要賣貴一點 馬英九說好吧你漲價吧 你漲價吧 但是呢 賺的賺錢的時候 請給員工加薪啊 對不對 這馬英九講的話嘛 我一個字都沒多嘛 也沒假嘛 但是就有這種白癡的總統啊 對不對 結果這些 這些飲料廠商這些統一啊 衛權啊 這些什麼光權啊 這些全部漲價啦 漲價結果造成一個現象 很好笑的一個現象 因為你東西變貴了嘛 消費力變小 所以本來以前一個月我舉例 一個月可以賣一千罐的 一千罐嘛 飲料叫一千個單位 一個月可以賣一千個單位 現在只能賣 九百個 甚至於只有賣八百五十個單位 但是對企業家有差嗎 沒差 因為他漲的任何一塊錢都是淨賺 他成本還沒增加 成本增加是十月嘛 他成本還沒增加啊 這個一切都照規矩啊 他成本還沒增加嘛 對不對 真正成本增加是在十月嘛 那個該降沒降嘛 他現在都是多賺的 多賺一塊 多漲一塊就多賺一塊 淨賺喔 都是淨賺喔 所以你可以看 台灣現在所有的 這些內銷產業 每一個人都大賺 結果呢我剛剛跟你講喔 他東西賣的少 營業額變少 營業額變少 本來賣一千塊 然後賣八百五十塊 營業額變少 但是呢淨利變多 這個都可以證明啊 四月份財報都出來啦 全部淨利都變增加啦 淨賺的變多嘛 因為加了所有的錢都是淨賺的 他也沒給員工加薪嘛 水電也還沒漲嘛 對不對 那結果更可惡的是什麼 因為只有做八百五十塊 還可以裁員 本來是要叫他加薪的 你假賺的加薪啊 萬港 他不是喔 現在賣比較少啊 還可以裁員 還可以少花一點錢 所以老百姓更沒工作做 不但加不了薪還沒工作做 所以你看 有這種 這種真的是馬白痴 我講的都是事實啊 都是數字告訴你啊 完全事實啊 完全沒有改變啊 因為他的營業額減少 淨利增加 我們看到的就是事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等於講 這就是台灣目前最可怕的現象 但是呢 我剛剛講這叫現象 跟股價漲跌沒有任何關係 為什麼跟股價漲跌沒有任何關係 我剛剛不是講淨利增加了嗎 淨利增加了嗎 然後呢 整個 又可以裁員 裁員之後淨利更增加 為什麼 少花點薪水嘛 淨利更增加 大股東分的錢會不會更多 當然是啊 淨利增加當然分錢更多嘛 那分完錢做什麼 存銀行 一泡 存自己家股票啊 因為淨利增加 所以股價就大漲啊 這樣了解吧 就買自己家公司啊 巨大買巨大 統一買統一啊 衛權買衛權啊 就你是衛權的大股東你就買衛權啊 你是統一大股東你買的統一啊 因為 哇你只看到你的業績越來越好 還可以裁員就可以這樣 那淨利越來越高 不買你家的買誰家的 就買你自己家的嘛 所以等一下股價就一直漲 這樣了解吧 這個就是台灣目前的現象 然後這個現象哪時候會直指 不會 這樣子除非美國崩派 不然不會自止 就持續進行事 持續進行事 東西變貴了 消費力變小了 那個都是老百姓一般的 人的事 不干他的事 因為他的盡力會繼續增加 然後 繼續增加就繼續採源 繼續採源就繼續增加 就這樣 因為他盡力增加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幹出來的好事 我無解 我們也無解 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要跟你們講的 這才是事實 所以很多人覺得 景氣不好股票怎麼會漲 第一個 你的貨幣貶值 所以股價會漲 第二個 因為錯誤的政策 讓這些企業賺到保 而且還不用加薪 而且還可以裁員 因為他並沒有多賣 並不需要加班 什麼都沒有 他光是那個原來的量 一樣賣原來的量 他的盡力就增加 何況現在還縮小 縮小還直接採源塊 所以他怎麼玩都贏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現象 這樣了解吧 那有問題就留下來問 我們今天剛好最後一堂 謝謝大家 那如果對於那個 成交量自己有興趣的話 要參加我的進修班 再來跟我line上面再講 因為要跟你討論一些事情 因為成交量這個東西 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 他不難 但是你必須要有實戰經驗 什麼叫實戰 就是我剛剛講了 我剛剛就舉剛剛的例子 大股東來拼命買股票 會有出現什麼現象 對不對 那這個現象 我們怎麼確定 是大股東買還是一般人買 那我要告訴你每一個戲目 那你了解戲目 還要實際上真正去運作啊 去投資啊 你才會知道 所以他本身要一個很長的一段時間學習 不是說來聽食堂課就會了 尤其你們還是做得不夠好 什麼叫做得不夠好 所有的學問學問 要邊學邊問 你們問的問題太少了 你們要盡量問 我真的很有信心 我跟你講在金融界所有的投資問題 應該沒有 應該不可能把我問倒 因為我都有經驗 我都真的有去投資 過去這30年 全世界所有的金融危機 我沒有一個沒有參與過 我都單字都在裡面 我都參與過 我的單字都在裡面 所以我很清楚那個 那個為什麼會這樣 從頭到尾為什麼會這樣 我都很 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那為什麼我的單字都在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到處投資啊 所以我的單字都在裡面 所以我很知道 到今天為止 台灣的財經系的任何教授 還沒有任何一個人 把亞洲金融風暴的原委說得清清楚楚 沒有 那 中國也沒有 中國只有一個陝西大學金融的 一個科系的一個教授 居然把他寫對了 我也好驚訝 居然陝西大學也會啊 負擔大沒有一個財經教授 懂亞洲金融風暴喔 沒有一個喔 因為我看過他們十幾本書啊 每一個教授都寫不同的書 都沒有 那包括日本 只有找到田大學寫出來了 那個亞洲金融風暴的重點 寫出來了 他重點也寫出來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把事後的結果預測正確 他重點也寫出來 他沒有預測正確 但是那其他東京地大那些呢 根本寫不出來 所以 所以為什麼他們寫不出來 第一個 資料不文整 第二個 他們根本不知道 索羅斯背後 就是CIA 索羅斯背後就是CIA 不是索羅斯 他只是代表CIA 在搞全世界的金融 英鎊貶值就是他搞的 那亞洲金融風暴也就是他搞的 目的就是想要讓英國脫離歐盟 脫離整個歐元 為什麼要脫離 他一個一個要把它拔出來 那只是 搞掉英國就搞掉英國 搞掉意大利就搞掉意大利 一開始意大利被搞垮了 後來英國被搞垮了 意大利是垮到最後 只好聽歐盟的 只好聽歐盟的 然後英國是整個被搞垮了 就完全聽美國了 就完全敗了 這就是CIA搞的 然後呢 亞洲金融風暴一模一樣 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搞垮 只是沒想到他重傷 所以CIA從此安靜安分了10年 到2008年再胡搞一次 真的在2008年再胡搞把歐盟搞垮 利用希臘把他搞垮 然後全部都是做假帳 替希臘做假帳 騙歐盟 高盛替希臘做假帳騙歐盟 那為什麼歐盟不制裁高盛 你怎麼制裁美國呢 全歐盟加起來你也沒美國大啊 你憑什麼去制裁美國呢 對不對 這個都是遊戲規則 所以我就是要告訴你 這其實都可以預測 這個我都實現預測的 因為就知道他會這樣搞 就跟我現在跟你講 美元升值跟美元貶值他會怎麼搞 美元一旦升值他就是惡搞 他惡搞以後結果會怎麼樣 那美元貶值他結果他沒辦法惡搞 惡搞不成他最後才 還是會把所有錢來炒原物料 原物料大漲 反正你們不相信我會升值嘛 我就順時 順著你的事 你們不相信美元會升值嘛 你們相信美元會貶值嘛 我就讓他狂貶啊 狂貶貶到比你們想要來修 把所有的資金全部炒原物料 而且從此一舉不回頭 就炒到天價 比天價還要添 因為我一樣賺這塊錢啦 這就是後面的遊戲規則 所以你們一定要了解這個政治 那台灣只能因為我們了解 而讓我們避免風險 當然可以賺一些銀頭小利啦 可以賺一些銀頭小利 這就是我希望說大家了解這些 真正的最黑暗的一個國家叫美國 全世界沒有比他更黑暗啦 這最黑暗的一個國家 那全世界都是被他吃定了 所以你們一定要掌握這個訊息 好 謝謝大家 有問題就留下來問